老师 今天的台股大盘 又在高点的时候进行拉回 后面又直接一路的来进行下降 难道说第四买点即将来临了吗 说到答案就在节目中告诉你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主持人子生 今天是11月4日 台股开盘在17,158点开高走低 而昨天美国股市收盘全数的来进行上涨 其中更是以道琼指数带头来进行了开低走高 而会议声明与记者会倒是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个意外 如预期的来进行宣布说QE要开始进行的退场 并且表示对于通货膨胀 持续着鸽派的看法 缓解我们投资人心中对于政策调整的一些担忧 四大指数在收盘同步的来创下了历史新高 究竟美国股市相对来说比较乐观 对于今天的台股又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当然最专业的股市分析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 雷公老师 主持人好 投资人士大家好 昨天美股又创新高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台股没有跟上美股的脚步呢 那为什么昨天我会发 一个拉高错的简讯给我的会员 其实呢 我都跟各位讲 都在我的判断之中 各位你们相信吗 我们现在看美股的状况 它的KC好了 看一下美股的好了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美股道琼 那美股道琼它目前的状况呢 如果说以它现在的 三万六千一百七十 好 各位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竟然把它放大了 各位现在看到了十月三号 昨晚的美股 那目前来到了三六一七八 三六一七八 这个是新的高点 这个是新的高点 那照理讲 既然美股道琼有一个新的高点 那我应该要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然后随着其他个股的产业 做一个获利的动作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 我没有 那当然有我的一个判断的原因 那这个原因呢 如果有机会 我在节目上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台股来看好了 那我们台股状况呢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台股 那现在时间是1点29分 那即将呢 最后一盘也要再做一个 打开的动作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呢 今天的台股最高涨到97点 那最低呢 下跌是60点 所以这个地方的 多空的正幅涨跌 有160点之左右 好 但是各位 各位一定会看到这两个点 对不对 这边一个高点 这边一个高点 当我们的台股从这个地方 一路开高 来到97点的时候 被做一个小拉回 做小拉回的动作 但是我相信呢 这个小拉回 假设你是做其他的投资工具的 然后又看到这个地方 再做一次拉抬的动作 然后到了这里 各位 那到了这里 为什么就会一路下来 这个时候要看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你到底了解多少 我想讲清楚吗 你到底了解多少 而不是我现在看他的走势 往上走的走势 跟往下走的走势 不是 而是在前面的走势的答案里面 你可不可以判断出来 这些有心人士 他对于后面的发展 他会怎么做 那如果说 你今天以前 一直都有看我的节目 然后甚至 有人有在关心 有在关注 我在节目上 怎么去教大家 去看当日的K线 然后来了解 今天我们的盘式状况 我相信今天这个答案呢 你多少 你都应该给判断的出来 都给判断的出来 所以最大的重点在哪里呢 我在这个地方 再跟各位做一下的说明 你如果不相信 你就当做题外话 笑一笑 OK 没关系的 好 各位 在这个点 从这个高点下来的时候 然后再从这个地方 一路拉上去 在这个地方我在等什么 我在看什么 我在看你会不会比前高 那或许你问我 说老师这个是什么好看的 没关系 我也晓得没什么好看的 但是我就是想看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 各位 我现在游标在这边 9点30分 这个地方是17209 17209 但是这个高点是多少 这个高点是9点10分的17211 所以说那个17209 也只不过比前面的那个地方 少了两点而已 那你会想到说 这少两点有什么大不了的 各位 少了这两点 就导致我们今天的台股 在下跌60 我现在讲你相不相信 我现在讲你相不相信 不相信没关系啦 就当作我在说下好了 好 按照我昨天跟大家讲什么 两个节点就够了 什么都不用考虑 如果你相信就相信 不相信 我们再慢慢看好了 就从这个地方一路就下来了 就一路就下来了 我今天不管你是做当冲的 我不管你是做什么其他的指数的工具 假设你真的可以像我这样子判断出来 当天的K线的走势 各位 你也不一定要做股票 我像你讲可以接受吗 好 就从这个地方就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好 各位 现在收盘大概就是跌了36点 就是下跌了36点 那最低的60点 可能就在做一个一些收敛动作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好了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 这个是我的一个简讯 我发给我所有会员的简讯 这个不是今天发的 或许你问我说 老师那你什么时候发的 昨天 昨天12点40分发的 所以这个地方有写 昨天下午12点40分 11月3号 11月3号 我发给我会员什么样的简讯呢 各位 我告诉他们说 今日台股多空震荡 人不见多方起色 了解吗 这段话昨天我在节目 我也有在现场讲 因为昨天这个讯息 我没有带出来跟各位一起分享 所以我今天就带出来跟各位一起分享 然后呢 我下一段呢 下一句我写什么 更是有拉高出货的迹象 你看到了吗 美股道琼 昨天前天的创新高 昨天也是创新高 我却看到我们的台股 有拉高出货的现象 而且这一段的简讯 是在昨天发送出去的 也就是说 更是有拉高出货的迹象 就代表了今天的盘势 所以很简单 今天的一开盘 从9点10分 拉到最高 到9点30分 赤高 就收盘了 对我来讲就收盘了 不过应该我觉得 非常多的投资朋友们 可能会觉得说 台股其实就是依照美股的走势 那来进行反应进行联动 那为什么昨天的美股 是开低走高 而在今天的台股反而是 背道而驰相反的咧 老师 这个应该是不能回答 你看 我又戳中了你一个点 那也要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 如果您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答案 其实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也有说过 台股在这一段的时间 这一大段的时间 之前有特别提过 去看我们之前的节目 有特别提过 有些时候台股会跟美股做背道而驰的动作 而这个时候代表着什么呢 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帮我们扫描 荧幕上方的QR Code 或者15帐号94888VVIP 告诉大家 这应该会是一个好消息的部分 在这个简讯里面 真的在这个简讯里面 在昨天12点40分 11月3号 我告诉大家 台股多空震荡 人不见多方的起色 更是有拉高出货的迹象 物极等我通知 我指的就是昨天跟今天 了解吗 了解吗 如果说今天 今天它会续涨 会续涨 我昨天的低点我就会进场了 我想讲各位清楚吗 但是我认为 昨天的低点都不是低点 都不是低点 那今天的高点 假设今天不小心你进场了 不管是你自己的情绪化进场 或是别人倒影你进场 如果今天到收盘你是有赚钱的 我恭喜你 但是我建议你 以后这种事情不要随便做 因为不是每一次你都可以赚钱 十次里面可能一两次你会成功 但你会输八次 而输的那八次呢 可能让你会 日后都睡不着觉 都睡不着觉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大盘好了 其实今天的大盘呢 讲真的啦 这样子的进行跌法 不管我们怎么跟大家讲 我相信各位都是不相信的 老实说是吧 真的都是不相信的 各位我们看大盘 看这个地方好了 10月5号在这边 我告诉大家 这是第一个买点 而且我告诉大家是回声 对 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相信 赖上来的人 从来没有跟我提说 老师 你说的那个是第一买点吗 真的吗 那我想进场看看 没有 没有人写这句话 没有都没有 都回老师 台股要完蛋了 然后到了10月8号 10月8号 我当场在我的主题的封面 封面 我就告诉大家 第二买点要来了 那既然我在10月8号 告诉大家第二买点要来 请问那个买点是 往上涨的买点 还是被拉回的买点 那当时被拉回的买点啊 后来他从10月8号 一直被拉回到 10月14号 我们看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不是10月14号 我再放大 这个是10月14号 各位 这是不是第二买点 然后第二买点上去之后 来到了这个地方 到了10月21号 我告诉大家什么 第三买点即将来临 各位 即将这两个字 你会不懂吗 如果是即将 你认为它会跌到这里 是买点 还是在这个地方 叫做即将 我这样讲清楚吗 如果说 老师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我也不晓得 下一次的形容词 我要用什么样的形容词 如果你可以教我 妈妈你赖上来跟我讲 然后跟我说 老师如果你要跟我们讲 什么时候是买点 然后有什么样的形容词 你写给我 我按照你的版本下去做 好 那再从这个地方即将 这是第三买点 所以每一个买点 我就告诉大家 然后第三买点 就一路从这个地方上去 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 这个地方是11月2号 11月2号 那我在11月29号 我也告诉 在节目上 我当天我就跟大家讲 我把我的电动车都卖掉了 电动车都卖掉了 如果那个时候 你有跟着我卖一些电动车 我相信你应该卖的是非常漂亮的 待会再跟各位讲 到底哪几个电动车 在11月29号卖掉是最漂亮的 好 那现在呢 从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大盘的一个整理的动作 好 从 从10月14号 10月15号 我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台积电 会因为法说会之后被拉回 所以说台积电呢 在法说会之后被拉回了 被拉回了 你刚好讲到我现在要说的这一档 就是台积电 很可怕 今天直接拉回 收黑 对啊 然后他的 他的下面的一些好朋友 叫做联电 同样收黑 联电收黑 我不奇怪啊 我讲了 不止二十几遍了吧 大家都问说联电的大哥是谁 第一次看我节目吗 如果是第一次看 台积电 如果你手上有联电 你一定要看台积电的动作 不要看联电的动作 因为联电它是被动的 我讲的非常的 非常的 微婉 微婉 各位记得就好了 就这样记得就好了 所以10月15号 10月15号 我告诉大家台积电会被拉回 各位你去调我这个节目 你看我在节目上有没有讲这句话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什么 但是我们的台股 它的回升的趋势是不受影响 那我们的台股有没有受到影响 没有受到影响 这也是10月15号 可以先在这里 是一路上去的 那为什么台积电跟我们的台股 也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背离 我也可以知道 我也可以知道 那我为什么又会知道说 在昨天前天的道琼 在做一个创新高的时候 那我还在昨天告诉我的会员 我看到的真正的动作是什么 台股在拉高出货 那今天很多的股票 是不是在做一个拉高出货的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各位 不是说看到红的我们就要赶快进场 我们应该先衡量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要进场 我们想要赚他多少钱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多久可以赚到那些钱 再来就是我现在买可不可以 在节目上我也跟各位互动的买爆卖 这三个最重要最重要的观念 因为我们在股市的每天 要执行的三个动作 就是这三个动作 所以这三个动作 你如果都OK了 我相信呢 你在股市里面是非常充容的 不是看到了颜色 而在那边担心受怕 或者是非常的高兴 所以今天的台股 今天的台股 如果真的你是在九点 九点到九点十分 最晚三十分以前 你给它冲进去了 我相信呢 后面这样子的下跌 你可能心中是不太快乐的 好那一样还是要提醒 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有的时候呢 手上的这些个股呢 不一定是要看大盘的一个涨势 有的时候大盘可能大闸 那手上的持股呢 可能感觉没有什么动作 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假设今天呢 你手中的是强势股的话 其实不用太在意啦 那老师刚刚已经直接切到美奇马了吗 讨厌 你今天怎么都知道我想要说哪一个 因为有投资朋友在问 有投资朋友在问 因为这几天我也收到很多 有关于电动车的 不管是美奇马 汉雷啦 或者其他的像经验啦 创与的那些之类的 那我一直都跟大家讲 其实我不晓得各位 你们的卖点 是看价格还是看情绪 我真的不知道 我打个比方好了 这个是10月29号 美奇马这个是10月29号 那10月29号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讲 我手上股票都把它出掉了 都把它出掉了 包括康普这档 这两档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好各位 10月29号 如果我把它出掉 最高点是171.5 然后 然后过了 过了假日 礼拜一开盘 最高176.5 最高176.5 也就等于说 你大概就是 少赚了五六块钱 少赚了五六块钱 但是如果你把它卖掉 今天的美奇马 最低是145元 我这样讲清楚吗 所以说你到底是 按照你的情绪 去做一个进出 还是你真的看懂 这档个股 在什么样的一个 位线的时候 它是应该 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那当然 这些的出场的动作 你应该要看的是谁 你应该要看的 第一个 除了导游以外 第二个 当然你要知道 这些有心人士 在这档个股的一个 操作上的一个状况 状况的动作 如果你都可以知道 这些的话 其实在股市里面 你可以是百分之百的 股市赢家 好 那也要提醒大家 股市呢 股价都是此一时彼一时 所以接下来要看 这一档叫4919 这一档老师之前 也有走过 也有叫过 这一档的个股呢 哇哦 它的KSHIN 很精彩啊 很多的投资朋友们 都是在老师那个时候 有特别讲过 新唐加一啊 然后冲进去买了 然后想说 没关系 既然老师讲过 但是各位不知道老师的出场点 所以就继续抱着 抱到现在被套牢了 这个我就认识爱莫能处了 如果说各位 你们要省 省某些钱 我倒觉得OK 我倒觉得OK 但是如果说你们 要去赚某些钱 而没有赚到了 我就觉得这个就不OK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抱的是侥幸的心态 如果今天可以 今天有一个 让你安心的环境 让你的一个信任的对象 我相信整个的股市旅途 你都是非常愉快的 做得非常愉快 讲到信任的对象的部分 这边老师昨天听说 是有收到一个 还蛮暖心的 这个语音的讯息是不是 从我7月初上节目到现在 其实我在上节目的时候 我都不晓得我在节目中 跟各位所报告的这些观念 跟操作方式 各位是信还是不信 还是认为就是说 因为我个人知道 我讲出来的跟别的名嘴 是完全不一样 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讲的是未来事 所以我会把有信人士的状况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我也怕大家不相信 但是经过这几个月下来 我发现越来越多人相信我了 越来越多人 然后昨天我收到一个录音 我收到一个录音 那我不晓得该怎么说 我们就直接播放出来 给大家来做聆听 我很认同老师在YouTube上面 所讲的一些观念 非常的感谢 谢谢 好那相信大家应该都可以听到这段录音 其实就是抱持着满满的感谢 虽然他也不是我们的会员 他也是可能加入我们股市战国策 也是一小段的一个时间 但是他能够做到的是 思讯老师的LINE 然后跟老师表达一些感谢之意 其实他手上应该是蛮多的 这一个持股是 跟老师讲的有点背道而驰 每一个人赖上来的 其实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来讲的话 大家赖上来的观念 都有跟我说 吴老师我真的第一次听到你这样子的说法 是 那经过我慢慢的验证 我发现你讲的都是对的 不管你讲台股 讲个股 讲产业 讲涨跌 都是对的 没错 没有意思是错的 那包括我刚给各位看的那个简讯 那我很多人也会想说 那好的司机就赶快去买啊 那赚点价差也可以 不要乱买 有时候都是 我每次听到你跟我讲 分享这些说做价差 我心里想说 你这个不叫做价差吧 因为我看不到你赚的 你获利的价差在哪边 各位 什么叫做价差 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这一点我真的是 要特别的跟大家focus 价差有分 第一个当冲有价差 第二个隔日冲也有价差 三天进出有价差 两个月也有价差 我不晓得各位 你指的是哪一个 如果你每一个你都想赚价差 但是这每一个的操控 操作时间都不一样 你如果买错了 你就是真的是麻烦大了 所以说你在做价差 这两个字之前 你要先了解这档个股 你要操作多久 你了解多久 它会怎么跟着你的想法的思路 一起执行 如果你都没有这些的答案 各位 那个不叫做做价差 那个叫做投资赌博 乱买 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回到新唐 所以新唐这档个股 其实非常有趣 老师是短暂的叫了几天 然后获利完毕之后 直接的来进行出场动作 当然除了新唐还有非常多档 如果你现在手上呢 还有套着老师所说的每一档的个股的话 我们也只能跟大家说 就麻烦您加入我们的QR Code了 或者是加入我们94888 VVIP 记得各位前面是没有小老鼠 然后要留下你们的持股 装束以及股价还有电话号码 因为为什么我会讲这句话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非常多人你们都相信了老师 我真的只现在在这边是 由衷地感谢大家 相信老师了 然后你进场买了 然后被逃了 但是老师获利出场了 请问这代表是什么 如果你告诉我我会代表伤心 除了你伤心之外 我们以专业的角度来看就是 你只懂得卖 你不会卖 然后到了不会卖 又不能卖 又不舍得卖的时候 你就想说没关系 我让他变存股就好 这几天 前几天我讲到资源 3035的资源 那昨天就有人赖进来 那因为之前他在赖的时候 他有问我股票 然后他有问我说 老师我想买资源可不可以 我说当然可以 因为它半导体的嘛 我们其他先不看 它是半导体的 他就真的去买了 但是到前天他赖我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你资源出了没有 他跟我说他买得太晚了 但现在被套到了 那我说那我这两天节目 我在讲资源你有没有看 他都有看 那我说那你有没有出 他说他还在看 我们看一下资源好了 我没记错的话 3035这档资源 老师是在掌停板的时候出掉的 这档今天是叠的 但是他很高兴呢 今天他有拉上来 所以呢他本来想出 又没有出了 然后到现在呢 他还是在这边做 收黑动作 那他什么时候买的呢 各位 就是这么厉害 11月1号 就是11月1号 那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去买 那他什么时候问我的 10月25号他问我的 所以他又看了5天的一个状况 那或许来讲呢 他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是黑K 这个是黑K 所以他那天就不敢买了 但是呢 这个地方的红K 他就敢买了 如果各位 你也是用颜色去决定进出 我建议各位 这种事情少做 那一样提醒大家 专业的事情 还是要交由专业的 这个分析师来进行操作 提醒各位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功的 来做操作的话 其实我们这样也没饭吃了啦 那很多人都会说 老师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分享 你这么会说 那你干脆就自己去做股票就好了 你赚得更多 我相信这种话 没有一个财经节目敢跟大家讲 为什么 原因 老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以前职业是什么 我真的很气耶 每次听到这种话 我婉转的说啦 我婉转的说 其实工作 工作是我的兴趣 股市获利是我的乐趣 是 我希望呢 我先完成我的兴趣 完成后 我再去做我后面的乐趣 可以接受吗 这段话 我强烈的建议 投资朋友们 可以反复听大概五次 你们就会听懂了 因为我认识老师 第一天的时候 他也跟我说过这句话 五次 大概花费了 我大概几个月之后 终于消化完成了 那还是要跟大家 事情补充啦 老师以前的话 其实是在学校里面 有做讲师的部分 那他也会分享 他所有的一个财经经验 但同时 他也会告诉 所有的学生们 如果教给你们的 这一些 知识 你们拿来用在股市上面 可能不适用 原因为何 我相信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都应该要非常清楚 那今天的节目最后 还是要再次的 谢谢我们雷光老师 谢谢子珊 谢谢大家 那要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今天关键字 依旧是延续了 昨天的反败为胜 如果各位呢 想要来进行反败为胜的话 麻烦各位呢 帮我们扫描 萤幕双方QR Code 或者15张 94888VVIP 记得呢 帮我们留言 反败为胜加益 留下你们的持股 手机电话号码 当然还有张数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会一味一味地 帮所有的投资人 来做一个免费的持股见解 那今天的节目也到这边呢 再次来谢我们雷光老师 谢谢子珊 谢谢大家 那要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的影片 按赞订阅分享 小铃铛记得打开哦 股市战果策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